表面上她是高冷女汉子 内心却是个沙雕萌妹子 几年前她被同事骚扰 于是送了男人一个嘴巴子 同此人称冷钢板 她暗恋公司里最有人气的男人 人称营业部的王子殿下 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优柔寡断 不会拒绝女人 当然她没有勇气告白 只有脑子里展开美丽的幻想 因为她得罪了公司的小霸王 于是好事送上了门 这天她碰巧听到了小霸王林木 正在逼迫李村向自己表白 并且要求交往两个月 再把她给甩了 一想到自己可能要和李村交往两个月 她就开心地要死 于是她冲到上司面前 提前递交辞职信 她要收获美好回忆 打包带回老家 他还要求不要把她辞职的 是告知其他部门 还有两个月她就解放了 接下来就是等李村来表白了 谁知下一秒李村就迎面走来 她紧张地不能呼吸 吉永很奇怪 为什么她没有表白 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李村的心里也慌得很 没办法 她把这种事告诉了同事小泽 说自己有个朋友 正在受此事的困扰 小泽好像很有经验 她瞬间领悟了 她要赶紧把事情做完 腾出时间制造时机 说曹操操操操的 一转头机会就来了 吉永表面毫无波澜 实则内心半流涌动 难道要表白了吗 俺と 嗯 俺と 付与 いいよ え しまった 張り切りすぎて 超食意気味に被せてしまった え 李村说 我说的是那种男女之间的交往 吉永故作镇定的说 我明白啊 就是恋人嘛 嗯 嗯 だって 嬉しすぎるんですけど じゃ そういうことでよろしく え お疲れ お さすがさとむら やるじゃん 李村根本没想到吉永竟然会答应 他不想这样的 林木让他接下来好好交往 李村直说做不到 一周后 吉永信如死灰 好不容易和喜欢的人交往吧 竟然什么进展都没有 小泽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もしかして 例のお友達の恋愛相談とか ちょっと聞いてもらっていい はい 小泽一听说两人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告诉他 你这不算交往哦 そもそも 付き合って一週間なんて めちゃくちゃ 身体を求められる時期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だよね 夜通し あんなことや こんなことしちゃって 毎晩寝不足で 小泽说 你的朋友一定是被捉弄了 他笑着说 真是这样 吉永さんって 本当に優しいですね 他开始长絮短叹 我的东京生活什么都没做成 就结束了 只有李村表白 还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了吧 原来上一周 李村出差了 他示好性的给吉永递去了咖啡 吉永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 难道还没开始就要被甩了吗 谁知道李村 只是想约他下班后 去喝杯茶 他假装正经的问 为什么约我 一想到待会 要和李村约会 他想起了小泽说的话 但一想到 不抓住这次机会太可惜了 他又振作了起来 最近刚谈了一周的男友 还有46天就要分手了 因为他们的交往始于一场赌约 他非但没生气 反而十分感激那个始作俑者 如果没有他们 他那暗恋六年的男神 就不会向他表白 本会就要和男友见面了 他突然跳了起来 因为他的内衣内裤完全不成套 还穿着像脱布一样的 最破烂的内衣 不过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终于到了见面的时候 他彻底沦陷在男友的爵士美颜 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他感觉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其实他知道男神喜欢这个乐队 才开始听他们的歌 并喜欢上的 李村一高兴嘴快 秋天我们一起去看他们巡演吧 极永不能理解 明明下个月就结束了 这时李村的脸离自己越来越近 这就要亲上了吗 李村见他抱着头扭来扭去的 以为他讨厌自己碰他 李村说我们新人研修以后 就没再这样说过话了 那时候你还很爱笑的 原来李村也知道这件事 他其实不想让他知道 他突然感觉气氛有点不对 试图缓解尴尬说 所以我很羡慕李村的好人员 我觉得你很棒哦 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还一起看了李村的狗狗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他就心想 为什么没被李村带回家 但机会随时会出现 一定要备好成套的内衣 这时手机响了 他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李村正在懊恼 自己没有趁林木不在 说出分手 今天吉永穿搭风格很不一样 李村一时愣住了 他笑着说感到有点心动了 他告诉自己 这只是恋人游戏吧 回到家的吉永心如死灰 又没有被李村带回家 但一想到周末的约会 他又急躁了起来 平时他只穿正装 哪有约会的衣服啊 于是他冒着被骂的风险 找闺蜜坦白 李子怒气不争 不仅不生气 竟然还答应了 听了六年的情报 让他早已讨厌李村 吉永说 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想 在这个地方出人头递 现在这样我真的很幸福 闺蜜无奈只好答应帮他 闺蜜问 你们没发生什么吧 闺蜜说 没能拒绝赌约是假 刻意玩弄你的可能性很大 在他没有主动说出赌约之前 我是不会相信他的 闺蜜说 如果被带回家 补约可能立马结束 闺蜜约急永周末去买衣服 说 不是为了李村 是为了你自己 你的底子好 要时髦起来 自己肯定感爆上 对 对 谢谢 暗恋六年的男神 向自己表白 却是因为一场赌约 他不争气地答应了 但他发现自己 连约会的衣服都没有 无奈只好向闺蜜坦白 听了这么多年的情报 闺蜜一直讨厌那个男人 尽管如此 他还是答应帮他 因为他想要好姐妹 狠狠地自信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不要被男人带回家 果然李子的搭配 能让他变得自信 他突然发现 林木的跟屁虫 周末也在监视他们 周末的李村穿着变装超级稀有 头发也更蓬松更自然 电影院里 李村问他想看什么 最终吉永挑了一部李村 最可能爱看的 难得周末出来玩 他也想让李村开心啊 另一边 林木掏出手机 看跟屁虫发来的情报 心想 干净很足吗 吉永带李村到一家热闹的店吃东西 李村说 他第一次来这家店 吉永给他推荐好吃的下酒菜 不知道为什么 李村越看他越可爱 天气有些 天气有些闷热 吉永不自觉地撩撩裙子 突然他发现李村欲言又止的样子 又看了看四周 原来跟屁虫们不在了 他主动对李村说 今天完了很开心 谢谢你 回到家的李村心想 我总是在交往的人面前扮演他们理想的样子 但极有不同 还没有说出符合他心意的话之前 我自己就很高兴 就像是和男性朋友在一起时一样 一想到自己要对他说出真相 他突然害怕了 害怕吉永不再对他展露笑颜 李村成日的心不在焉 连朋友都看出来他的苦恼 听了他的事 朋友说 之前你明明被甩了很多次 心情都是毫无波动 男神约他去看比赛 只为了那时要告诉他真相 挂完电话 他脑海里立马涌现出 男神剃足球汗水滴落的样子 他求闺蜜陪自己去 闺蜜去一副随时想要杀人的样子 他请求她的表情再亲切一点 闺蜜说 我可不是来和你一样饭花吃的 他问你男朋友是哪一个 李村仪看到吉永就跑了过来 他羞涩的说 我去那边给你加油 吉永内心直呼大饱眼乎 闺蜜发现他和李村在一起时 和平时完全不一样 就是一本正经的感觉 一旁的大姐很是稀奇 因为李村从没有带女孩来过 之前有些女友擅自过来 还把她当成了敌人 李村因此很哭闹 吉永有点理解那些历任女友 毕竟看李村表演是一种享受 比赛结束后 李村把朋友宗佑介绍给他 他瞪大了双眼 又来了一位非同凡响的帅哥 吉永心想 把朋友介绍给我 那我不就和真正的女友一样了吗 他们要离开了 这时李村喊住了吉永 结果在看到他的脸时 却说不出口了 总又觉得他好差劲 李村认为自己和吉永有些距离 所以没有自信 在过去吉永对李村的描述里 他试得来者不惧的人 可这次见面 让他觉得李村对吉永格外上心 他可能是真的喜欢吉永 东又以为他就在附近上班 可以烧他一程 但想到吉永 李子主动请他喝奶茶 李子直解了当 听说李村两个月换一次女友 如果他敢这么对吉永 我可能会埋了他 他说 不过吉永也没觉得 这段感情会长久 他认为自己很快会被厌倦 宗又说 他的恋爱经验 确实不值得称赞 但我觉得这次他是认真的 我想支持他们 李子说 只要吉永喜欢 我也会支持的 但是他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走时 李子主动付了奶茶钱 宗又知道 比起吉永 想搞定李子 看来更加棘手 同事们发现 最近冷钢板给人的感觉变了 上班时 不再穿黑色套装了 晚上下班时 吉永发现 李村意外地在等他 他说 你完全没必要等我的 我工作很晚的 这时 公司里吉永唯一的小迷妹 恰好撞见了这一幕 惊掉了下巴 李村对他说 我会让李子小姐 认可我和你交往的 吉永很奇怪 他在一本正经的说什么呢 明明是假装恋爱 不用这么努力的 他开始害怕 如果再这么下去 分开会很痛苦吧 李村去找林木 想要结束赌约 然而老大林木还没开口 小弟们威胁他会被公司开除 他吓得不敢说话 等他们走后 李村头痛不已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但唯独伤害吉永 这种事绝对不行 下班时间到了 林木破天荒地找吉永 让他立刻去会议室 打扫卫生 他跪在地上一点点的 擦拭地板 今天的林木很不对劲 竟然捞起袖子 弯下腰帮他做事 虽然很嫌弃的样子 吉永很不可思议 这家伙什么时候 这么有责任感啊 天 小霸王突然大发善心 和他一起打扫 男友知道后着急地赶来 小迷妹好像发现了 什么惊天大瓜 好在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两愉快地离开 还一起聊户外露营的安排 好闺蜜 让他趁这次露营的机会 好好看清李村的真面目 李村也想在这次露营时 向他坦白赌约的事情 休息之余 闺蜜听到了女人的声音 原来李村和宗佑被人搭讪 闺蜜让他快上 可吉永认为 我又不是真的女朋友 还轮不到我来插手吧 他告诉自己要冷静 现在只是在创造美好回忆 不要再期待更多了 这时突然冒出了两个男人骚扰他 李村拉着他离开了 走了好远 他才放下他的手 一脸欲言又止的样子 吉永知道 他们俩之间要结束了 他也不能再继续占用他的时间了 可当李村快要说出口时 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要逃避 他不敢看他 李村不知道他怎么了 上前一看 发现吉永哭了 他情不自禁地心疼了起来 回去后 吉永对李子说 他今天好像要和我坦白赌约的事 但我因为害怕 在那么偏僻的地方被甩 所以回避了 李子说 自从高中认识你 我就发誓要一辈子珍惜你了 另一边 李村向宗佑诉苦 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接近他 可我一靠近他 他就躲开 和我保持距离 总也要让他赶紧洗洗睡吧 这都说的是些什么啊 重要的是却什么都不说 他突然理清楚 自己应该做的事 先坦白 再告白怎么现在顺序完全反了 回到家的吉永被老妈催婚了 吉永感觉受到了侮辱 什么叫来不及了 太没礼貌了 全国の28歳に謝罪 全国の28歳に謝罪会見開 今から失聚迎来 吉永忙说不用了 我没有打算去 李村想和他见一面 他有话想和他说 原来李村一直都有女朋友啊 那上次那样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告诉自己要清醒一点 人家可是有女朋友的 李村再次打来了电话 从此以后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公司里也要避免见面 回老家的他被妈妈催婚 他愤愤不平 什么叫来不及了呀 太没有礼貌了 其实他有个超级喜欢的男友 不过这男友是因为赌约 才和他表白 来人打来电话 奖约各时间见面坦白 却被一个女人打断了 他告诉自己要清醒起来 人家可是有女朋友的 婚死以后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李村满脑子都是怎么像吉永坦白 才能不伤害他 妹妹却叽叽喳喳个不停 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能对家里人轻而易举地说出心里话 但对他不行 宗佑和李造偶遇却争吵了起来 宗佑直截了当地说 你是讨厌李村吧 我说了很多次 他只是有点优柔寡断 但绝对不会玩弄女人 李子说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提一区录营 谁知道他磨磨蹭蹭 一直在拖延 吉永独自暗恋了他六年 就算是假的 这也是待在他身边的机会 你能理解这种心情吗 宗佑听了这些很抱歉 他说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李村的 怒火一上头 把事情全都说了的李子 感觉事情都被他搞砸了 休假结束的第一天 李村就笑嘻嘻地给吉永带来了国外课程 即便如此 吉永还是无法从这个 离他超级近的位置站起来 正当他羞愧太头时 对面的小迷妹 吸引了他的注意 与此同时 身后林木的小弟正得意洋洋 下周 那女人将会沦为所有人的笑 另一个小弟说 万一李村真的喜欢上我们钢板了呢 毕竟他看起来挺享受的样子 李村说要等他下班 他却以要加班为由拒绝了 林木从身后妖娆地走来 吉永下班了 让吉永等一下 谁知吉永一听到他的声音 拔腿就跑 李村也毫不示弱奋起直追 原来这一切都是个误 明日子借口要毛巾 支开了李村 然后立马来到了吉永的身旁 明日子突然笑了 总感觉我可以放心了 因为那样是个不错的人 哥哥的身边 总是围绕着一群 一无是处的女人 他们只想要有一个 帅气的男友到处炫耀 吉永说他确实帅 但那或许是因为 他平和的性格流露出来造成的 这时李村回来了 奇怪明日子怎么跑到那边去了 看着如此活泼可爱的明日子 他也好想做他的姐姐 突然间他意识到 自己有些得意忘形了 所以借口去下洗手间 一向讨厌他的前辈 喊他去会议室 他不明所以 可他的小迷妹一听 就知道情况不妙 男友知道他被林木叫走了 顿感不妙 林木不会告诉他 赌约告白的事吧 他冲到吉永的办公室 当李村赶到时 吉永已经和林木聊好出来了 他后悔不已 一切都结束了 都怪自己一直拖延 到如今用最糟糕的方式 伤害了他 佐藤村 他说没事 你和林木前辈说了什么 原来林木向他炫耀了父母的露营房车 如果他想做就带他做 在他委婉拒绝后 送了他一个袋子 吉永爽快地把这刀送给了他 一想到林木可能邀约吉永出去露营 他慌忙地追了上去 邀请他一起吃午饭 看着李村欲言又止的样子 又想到距离分手还有五天 他鼓起勇气 约李村周末出去玩 吉永认真打扮 只为收获这最后的美好 然后打包回老家 李村说 我们一直称呼对方的名字 感觉很见外 我希望能叫名字 吉永内心系十足 今天是什么亏本大甩卖吗 孔一 君 那 呼びしてきた 最後とかどうでもいい 今日は目一杯楽しんで 最高の思い出作ろう 他们一起去了海洋馆 游乐园 拍了很多照片 分享之余 吉永发现李村 一直在看自己的脸 吃饭时 李村对他说 想尽快地了解他的所有 突然 李村的脸靠得越来越近 原来是要帮他擦掉嘴角的食物 临走时 李村刚想和他坦白赌约的事情 却接到了部长的电话 让他立马去修改 明天见客户要用的资料 じゃあ 解散 李村让他提前想好 下周要去的地方 他假装答应 然后慌忙地离开了 小咪妹感激他 一直照料自己 于是送了他一份离职礼物 迷妹说 这是我非常推荐的 一家店的东西 如果不嫌弃的话 请在重要场合 或者转换心情的时候 穿上它 林木要挟 他赶紧狠狠地甩了吉尤 可他一直不说话 林木气急败坏地揪起他的衣领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把你调走了 随分と楽しそうな話をしてますね 廊下まで声が筒抜けでしたよ 吉尤说 他什么都听到了 从赌约开始 李村刚想解释 吉尤说 李村你不用道歉 我知道你最开始是准备告白时 被我拒绝的 这一切都是我单方面的 想继续这个赌约 还有你多次想坦白实情 都被我故意打断了 他掏出手机说 这一切我全都录音了 老舌の文具メーカーの 骨入社の社員が セクハラとパワハラを 繰り返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 それなりに炎上する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かね 林木故作轻松地 对小弟们说 回去了 这游戏我已经厌倦了 李村刚想和他承认错误 然后告白 就被他打断了 你能和我交往两个月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さよなら 回到家的李村 懊恼自己 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吉永找不到 也联系不上 这个男人谈恋爱无数次 只是因为太优柔寡断 不会拒绝别人 因为被前辈要挟 他答应了一场赌约告白 不料女生却答应了 在与她的相处中 他也第一次动了真心 当一切都开成不公后 女友却离职消失了 他找到女友的小迷妹 询问女友的家庭住址 或离家最近的车站 小迷妹想到人事部应该有信息 可人事部却说 没有本人允许不可能公开 自从比里村告白 吉永后 林牧总是时不时的 观摩他的照片 突然 小弟激动地跑到他的面前说 对不起 我完全都不知道你喜欢吉永 好 另外一个小弟想到了个办法 那就是山洞里村找到吉永 到时候里村肯定支支吾吾的 吉永肯定会因此十分烦躁 林牧心虚地说 可是我之前对他做的坏事 他全都知道了 小弟说 人们不都是追求反差吗 你变得直帅起来 另一个小弟光想想就觉得十分可爱 小弟们一致认为 把里村捋下来让自己上去 这才是最好的作战策略 李村找宗佑要到了里子店的地址 里子大骂他是个骗子 让他不要再纠缠吉永了 辞职在家的吉永什么事都不干 就这么敢躺着 他忍不住想要玩手机 这是李村第五次来里子店了 他实在没办法 只好看看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李村说 我想诚心诚意地和他道歉 然后向他告白 李子认为 你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况且吉永也不想和你见面 李村想到吉永总是刻意地和他保持距离 或许是很讨厌他吧 山田让宗佑不要着急 宗佑说 你真的太差劲了 为了他好 还是让他找一个更加诚实的男人吧 宗佑对山田说 我原本想着就算给你跪下 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吉永小姐在哪 可现在看来 对一个毫无觉悟的人 失以援手 实在太愚蠢了 李村意识到自己又犯了老问题 一直以来 他认为主张自己的想法 就会和人起争执 所以总是逃遍 但这一次 他不想让吉永独自一人 也不想再重蹈覆辙 他要去找吉永诚心诚意的道歉 一个女生想做他的女友 这次 他果断地拒绝了 并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 林沐给他送来了好东西 是他强迫人事不给的吉永家的地址 吉永想换手机号了 因为李村给他发了十几条消息 让他很困扰 林沐又欺负新人了 李村不想别人再走他的老路 于是收集了一系列 他职权骚扰的材料控诉他 董事长决定把他调走 大家知道后都觉得大快人心 没想到平时温柔笑嘻嘻的李村 居然能干出这么有勇气的事 林沐忍不住打电话 向吉永道歉 吉永说他对这件事完全不在意 打完电话的吉永直呼好可怕 得赶紧把手机号换掉 冰铁之女竟然和优柔寡断男 谈起了恋爱 没想到却是一场赌约游戏 当游戏结束时 他离职消失 男人才意识到自己动的真心 从此他下定决心要变得果敢起来 于是他直接向董事长控诉了小霸王的职权骚扰 小霸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被公司调走了 从那以后 小霸王就摆头换面 做了现场演示销售 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他所卖的东西都畏惧销量第一 李村特地跑来看他 他也很意外 他问 找到他了吗 李村说 没有 不过我会努力的 林木先生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 我不会改掉优柔寡断的毛病 没有你 我也不会和喜欢的人相遇 林木说 我也托你的福 才学到了工作的乐趣 总有假意去李子店里买衣服 实则是告诉他 那个摇摆不定的李村真的变了 那个坏钱被欺负新人 被他告发了 并且寻找吉永小姐的事 似乎也找到了办法 啊 不许乱人文ですか 不许乱 确实是什么 不许乱人文 宗佑对之前的事 向他抱歉 作为李村的挚友 他之前的态度 应该更诚恳些才对 他请求李子 把他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这样好和他汇报李村的事情 也不会被认为是跟踪狂 ストーカーみたいに 思われてますよ 哦 李子让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分かった 吉永自从分手后 整天泡在足球场上拼命的训练 这天他听到了大家在议论有帅哥 他回头一看 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子 李子说 他真的在 这不是幻觉 无理 吉永激动地跑了出去 虽然他真的好想他 但他真的不想见他 实在跑得没力气了 实在跑得没力气了 他趴在椅子上休息 李村说 对不起 没能拒绝赌约的我 抱着被你拒绝的想法 向你告白 因为我以为 这是最不会引起纠纷的办法 你答应我以后 我想赶快告诉你真相 向你道歉 但是 和你在一起以后 我越来越喜欢你 吉永问他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原来李村记得 他加入了一个室内足球队 于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把东京都内的室内足球队 都找了一遍 吉永感动地哭了 和你假扮情侣的日子 我真的很开心 你明明好几次想告诉我真相 是我想一直和你在一起 是我不想结束 李村说 我这没出息的性格 之后可能还会给你添很多麻烦 但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互相喜欢的两人终于在一起了 所有的人都惊羡不已 宗佑也跑来看戏 并再次请求李子 把自己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吉永被李村暴地喘不过气 想让他放开自己 厉害 厉害